中心社记者提问 我们关注到白皮书里提到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那么请问这是否会影响 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中国化 宗教与社会相适应 这个呢是宗教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那么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呢 藏传佛教本身 它就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并且呢随着中国各个历史阶段 历史时期呢 在不断的自我调整 自我变革 中国化了藏传佛教 才能更好的适应群众和社会的需求 才得以传承至今 有这么大的影响 从实践层面来看呢 藏传佛教中国化呀 它是一个过程 一直在进行从未中断 那么进入到了社会 藏传佛教中国化 自然而然的就应当有 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容 那么当前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 进入到了新的时代 我们呢提出呢要坚持 宗教的中化方向 积极引导藏传佛教 与社会与社会相适应 实际上呢 将进一步推动 藏传佛教 更好地适应 中国的国情 与时代发展 同频共布 在中国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 女生